中共当局在这个月的8号宣布双开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之后 12号的下午 中纪委又下发了关于刘铁南违纪违法问题的通报 通报指称刘铁南个人受贿1000多万元 并还包养情妇两人 但有媒体爆出更多刘铁南贪腐的内幕 包括刘铁南拥有25颗罕见钻石等巨额财产 另外刘案还引发了官场地震 多人落马 分析认为刘铁南只是中共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他的落马显示了江派势力的日渐衰败 中共国家监察部网站通报指称 经查刘铁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本人及其亲属收受巨额钱物 违规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收受礼金礼品道德败坏 刘铁南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 其中有的问题已涉嫌犯罪 而大陆精华时报和一些港媒则报道 刘铁南25个银行账户存款1.06亿人民币 金条超过9公斤 25颗罕见钻石 总值超过8.7亿元人民币 报道还披露 刘铁南在北京、杭州、太原、青岛、苏州等地 包养8名情妇 公安部门从他和家人的5处住宅中 搜出7个国家的25本外籍护照 其中刘铁南一人就持有12本外国护照 搜查当天还随身藏了12张机票 在他的青岛住宅中 还发现色情光碟330多张 色情杂志1200多本 现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最近也透露 现在从我们听到的了解已经查清的事实来讲 确实比多数人所要知道的多得多 香港媒体指出 刘铁南在任内违规审批287项能源开发和新建工程 所设金额高达340多亿元 中国新闻周刊引述了已经退居二线的 原发改委副主任宋小吴的话说 刘铁南在2006年初的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时 得分并没有过线 但刘铁南在2006年底 依然被任命为副部长级的东北办副主任 在2008年3月 升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2010年12月 兼任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 到2011年9月 还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委员和国家能源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刘铁南被一些媒体称为替江家帮把持能源业的看护人 时事评论员蓝述认为 刘铁南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处理它只不过是用来打击江泽民的势力 从这个目前披露出来的这些消息来看 刘铁南落马 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派系斗争 它的落马 基本上还是反映着江系 无论是在中共党内 还是在中国社会 都非常的不得民心 事实上 刘铁南案引发了官场不小的震动 截至目前 涉案被带走调查的 有刘铁南秘书 发改委工业司处长王勇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原副会长 发改委工业司副司长熊碧林 贵州省前东南州副州长 凯里市市长洪金周 凯里市副市长陈鹏 以及市政府办公室财务人员等 不只是抓刘铁南 任何一个官员你抓出来 都会牵扯到一场地震 只不过这个地震的大小而已 越高层次的官员 它的地震就越大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 叶科指出 中共体制是一个集体分赃体制 所以每个贪官都不是个案 叶科表示 中共官员不管问题怎么严重 只要他有背后支撑的势力 他就不会被拿掉 他分析 刘铁南的落幕和周永康的被围剿 显示出了江派力量的不断削弱 那么一天转发 也用看出油